今日话题 游历城贸易 赞助播出 翔马做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 浓郁香甜 菜香菊月饼 低糖少油 健康美味 各大华人超市有寿 欢迎收听由中学和高年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昨天晚上在我们南加州的Simi Valley 在Ronald Reagan图书馆举行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第二轮辩论 这个有电视的转播 有各种各样的网络上的转播 那么今天我们就稍微再来聊一下 昨天参加辩论的七个人他们的情况 他们的表现如何 对这场选战 就是党内的共和党的初选到底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赵丽这个在民调当中领先的前总统川普 还是没有参加昨天的这场辩论 连续两次辩论他都没有参加 显然他是把这个2024年总统大选的主要的竞争对手 他没有放在自己党内的这个童谣的身上 他认为说自己估计因为在民调当中确实也是这样子 就是他领先第二名已经高达30%以上了 所以他的民意的基础和支持率 其他人好像还是没有办法撼动 所以他已经把目光放到和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的身上了 所以在礼拜二的时候 拜登不是去底特律去参加全国的汽车工人罢工的行动去了吗 表示他支持工会的这个立场 那昨天的时候呢 那个川普也到了底特律 也是和这个不是参加罢工的人 但是是这个汽车的工人 来进行了交谈造势的这个活动当中呢 他还有邀请了一些这个制造业的一些工人 包括汽车工人什么的 也是在昨天晚上那个黄金时段 他发表的这个讲话 所以显然是和第二轮的那个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呢 是打对台呢 所以看得出来他把这个目光啊 把竞争的这个下一轮 下一步呢 已经这个放到和拜登来竞争的这个阶段了 昨天晚上的这个辩论呢 有点意思啊 因为这个辩论和第一次辩论一样 你会发现呢 这些人在努力的争取得第二名 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一般来说辩论是为了争取得第一啊 因为整个的这个党只能有一个人出现 如果你在这个辩论当中 不管你在这剩下的七个人当中得第几 你达不到那个第一 你这是徒劳的呀 在某种意义上说 这场劳动变得毫无意义 尽管他的毫无意义不是百分之百的 但是你没有出现 那你除非你变成一个独立党 你再拉出一个 你就完了 这个总统大选到最后投票的时候 你的名字不在那个选票上啊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 也反而是因为这样 使得这个辩论变得不值得注意 因为在自己党内的人知道 没什么太大意义 因为差的太大了 可是呢 出于好奇 有些人可能还想听听 所以这个辩论是这么一个 它跟2016和2020都不太一样 它有这么一个特别独特的地方 就是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人 在进行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争论 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们出不来 除非有戏剧性的变化 这个除非就发挥作用了 他们等待的就是那个戏剧性的变化 他们等待的就是那个对手的一个失误 比如说Donald Trump 他本身现在背了91项罪名的起诉 这91项当中的一项两项成立的话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这些人呢 在等待的这个 所以他们在奋力的拼搏 他们的三大目标 第一个目标呢 是想像看这辩论的人证明说 我比一个叫做Donald Trump的人强 第二个目标是 我比在台上其他那六个人强 第三个目标就是 我告诉你们 对于中国我是什么态度 对于堕胎我是什么态度 对于健保我是什么态度 对于石油的开采我是什么态度 对于拜登我是什么态度 他同时要表现这个 这就是这场辩论的 它的存在的原因吧 但是呢 川普他不参加 也付出了一小点代价 他喜欢给人起外号 他昨天很不幸的 得了一个唐老鸭的这个外号 而这一段录音呢 也是在网上流传的最广的 而且将来 川普可能会背着的这么一个 我们小听一下啊 这是谁呢 这是新泽西的前州长 Chris Christie 当然 在站在台上的那七个人当中 他应该是最没有机会的那一个 他这个叫 破釜沉舟 为什么叫破釜沉舟呢 因为你想 川普的支持率这么高 我现在打出来的是 我把全部的火力都攻击那川普 你攻击他 不就攻击他的支持者吗 你还有什么机会啊 当然那个北达克大中 对 更没有机会 Burgam Burgam对 我只说他 他为什么给Donald Trump 起了一个外号叫唐老鸭呢 因为他当时在说这么一个事 他就是说犯罪率的这个问题 然后最后就直指 美国的首都华盛顿DC 他说在美国的首都 这个犯罪率都是这样 这谁负责呢 他说这个是川普 他应该负责 对这个事情 偏偏呢 他这会儿他不出现 他说但是啊 我了解你 哥们我知道你在看着呢 这个时候下面就笑了 川普是不是在看呢 应该是 你熬不住吗 你熬不住 就我对你的了解 你肯定在这看着呢 那我就告诉你 在英文当中呢 鸭子这个字 Duck 他还有一个字 是躲闪的意思 他说我就告诉你 如果你基于是这样躲闪下去的话 我们就不会管你叫唐纳德川普了 我们就会管你叫唐纳德鸭子 那么我们也知道 迪士尼那个卡通人物 Donald Duck Donald Duck 就是中文翻译成了唐纳德鸭 所以这个外号糟糕了 因为川普这个人 他喜欢给人起外号 但是他最恨的是 别人给他起外号 如果你想想 下次哪一个什么机会 有人说 哦这唐纳德鸭来了 他不 你知道吗 他不给你翻脸啊 对 昨天的这场辩论呢 实际上啊 除了给这个 就是观众看以外 因为这是关乎到 共和党的党内的选举嘛 所以呢 党内的初选 所以争夺的是 共和党党内的提名 所以他除了给这些 共和党的党内 可以有投票的这些 民众选民看之外呢 实际上他还给 另外的几类人看 一类人就是在党内啊 有一些叫做 超级政治组织 政治团体吧 这些人呢 他们一直在想找一个 因为他们可能不一定支持川普 所以呢 他们一定要找一个 可以取而代之的 这么一个候选人 希望这个人可以脱颖而出 第二个呢 就是共和党内的一些金主 他们也在看呢 他们也在看 我的这个钱投给谁 谁更值得我的这笔政治投资 这些金主他投资 不是不一定完全是就是白头了 他可能也有自己的 比如说政治理念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利益在里边 所以呢 他们也在看 于是这个昨天就有意思了 从今天的各种 这个综合报道和各种这个政治评论人员 他们提供的线索和他们的 昨天看完这场辩论之后的 评论来看呢 就是说昨天是一片混乱 也就是说 刚才中旬讲的 基本上呢 就是说在争取第二名第三名 争取一个以后 在这个川普如果赢了的话 他如果又当总统 回国当总统的话 他这些人在争取一个内阁的位置 再争取一下 看看我能不能当一个副总统候选人呢 我能不能做一个什么国务卿啊 或者说是做一个什么 哪个什么部的部长啊之类的 那你就别骂我呀 对但是他不骂还不行 可是呢是不伤筋动骨的嘛 除了Chris Christie 他是反正就是打出来 他竞选宣布自己要参选的第一 他打出来的这个竞选的 他的核心就是攻击川普 就是另外一个Pence Mike Pence也是不依不饶了 也基本上没有 就是说他们进入到 川普的内阁当中是根本没有希望了 所以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忌惮啊 基本上就该说什么就说什么 但是其他的人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刚才说的 91项罪名提出4项起诉 昨天包括那个 就是主持人 加上这7个候选人 几乎没有提这件事 对 大家都绕过这些 好像是就是大家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咱们别碰这件事了 就是你看对他的攻击 要么就是对以前你的这个财政政策应该负责任 你这个在你的四年的日内 我们的联邦政府多了7.8兆的这个美元的那个债务 债务就是这个赤字嘛 赤字你怎么不负责任啊等等 就说说的是这些东西但是没有说他被起诉的这件事情 所以你说昨天那个辩论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用一句话可以概括 这个就是佛州的州长 德森特斯在辩论之后 他接受那个Fox News的一个主持人 Sean Hannity的这个采访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我在家看电视的话 我会转台 但是他呢也是昨天创造了一个第一 就是他首次在这样的公开场合下呢 直接的攻击了川普 他是这么说的 意思就是你玩消失啊 你给我这个国家造成这么大债务 你现在本人消失了 欢迎您去收听有中讯和高宁美尼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是昨天晚上进行的第二轮的共产党的总统候选人的这个辩论 那有七个候选人的参加 其中一位呢 因为没有达到最低的门槛呢 就是被就是踢出去了 踢出去了 没有资格参加了 这个就是那个阿肯色州的前州长 阿萨哈勤森 但是他昨天也宣布了 说我不会停止我的竞选活动 我继续还要再继续参加 他说唯一能评价我竞选成功不成功的是那个选票 是那个党内的初选的那个选票 好 昨天就刚才说了 就是说实话是比较混乱的 每个人呢都想表现自己 都想就是把自己的一些观点说清楚 而且要和别人不一样 光想标信利益呢 有的时候呢就你听的时候呢就感觉到 就是双方之间的这个 你就是你攻我我攻你啊 相互之间的攻击就比较严重 再加上双方之间的插话 比较比较严重啊 以至于那个主持人必须要经常的打断他们 要经常提醒他说好几个人同时在讲话 你每个人其实都呱呱呱的在讲自己的这个主张 但实际上谁也听不清楚 大家的你都淹没在那个双方之间 有的时候是同时两三个人在讲话 相互之间打断然后插话 所以昨天显得就是比较混乱 其实在辩论之前呢 我看各大的这个就是各大电视网吧 或者说是这个社群媒体呢 对一些共和党的选民呢都做了一番采访 就是说你们在这个第二场的辩论当中 想要知道什么想要看到什么 大部分的人呢基本上都是要么就是对经济啊 说希望听到这些候选人他们的经济政策 这个工作保障的问题 然后呢提到的最多的就是这个边境的问题啊 边境现在不是 移民吧 就是共和党说这个移民一下子涌到美国来太多了啊 多少人多少人进来进到美国来 当然昨天移民的问题是多次被提及啊 然后用这个攻击那个现任的总统 那个Joe Biden嘛 说你不该去那个底特律去参加那个工会的罢工啊 你应该到南部边境去啊 要赌那个进来的就是非法移民啊 闯到我们的美国来一拨一拨一拼的 这个是情况 然后枪制犯罪的问题 抢劫的问题 这些东西是民众所关心的 但是昨天尽管有提及 但是这些具体的问题 以及他们的具体的措施和政策呢 提的很少 昨天说到移民的时候的印度人呢 Ramaswami嘛 对不对 他也提出来取消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 所谓出生公民的这个事情 这个呢是跟前总统川普的调子是一致的 他的这个说法呢 得到台上其他的几个候选人的支持 但是呢把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只能是一种态度而已 但是要实际的发生 我们也知道在美国要修改宪法的话 那也大了血了这个事情啊 所以这个也就是这么说吧 但是说到这个Ramaswami呢 有点意思啊 Vivik Ramaswami他是一个印度人 是一个企业家 他在第一次辩论的时候呢 风头非常的猛 以至于呢 有人说他在第一场辩论当中的时候 他是取胜者 但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辩论完了以后 在一看共和党党内的调查呢 对他的支持率没有提高 所以这个有点意思 就是尽管好像大家觉得他表现得不错 后来分析下来可能是他太剑拔弩张了 结果变成什么意思呢 变成到了第二次的时候呢 就是昨天晚上这个 他突然温和起来了 他突然对站在台上其他六个人呢 大肆的赞扬 突然变成这么一个态度 这个呢 我觉得这样的转变 并不一定非常的明智 所以昨天呢 他被他的老乡 同样是印度人Nikki Haley啊 给攻击了一下 但是攻击的这下呢 糟糕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下就像刚才说的 Chris Christie给 川普起了个糖老鸭的外号一样 这句话以后大家都可以学了点 这才叫不带脏字的骂人啊 这骂的简直是 这话大家应该背下来 下次你们想攻击谁的话 就学人家Nikki Haley这样 为什么有这一个攻击呢 是有这么一个背景 就说到中国 说到中国等会再说啊 昨天是群起而公之 觉得中国是首要的敌人啊等等 要跟中国脱钩啊 但是说到了 Ramaswami呢 是说你小子啊 还在这儿 萨尔介是在攻击中国 你那中国投资在哪呢 对不对 他跟中国做生意 你还跟他 他那个南卡的Tim Scott 这个唯一的一个黑人啊 站在舞台上 就说你行了行了 你啊 当年你给中国政府 给共产党什么 还直接说的啊 给共产党投资 你说这种怎么怎么样的说 Haley呢 是说的TikTok这个事儿 他说你上到TikTok干什么啊 你知不知道TikTok多么危险啊 等等等等 然后那个Ramaswami就为自己辩护 那么这个时候 同样的是印度人 Nikki Haley就说了下面这句话 And what you've got I honestly every time I hear you I feel a little bit dumber for what you say Because I can't believe they hear you've got a TikTok situation 对 这个话 Every time I talk to you I feel a little dumber for what you say 这个咱们翻成中文就是 怎么每次我跟你说话 我都觉得自己变傻了啊 你知道吧 你知道有的人就这样 你跟有些人讲话 每次你越讲话 他就把你拉低 你知道吧 他就把你往低了拉 就是越陷越低 就是毫无意义的一些莫名其妙争论 然后你就发现 你自己跟他争论 顺便说一下 马克图文有一句更有名的话 这句话应该学了点 就是说呢 千万不要跟一个傻子争论 因为旁观者会看不出你们俩的区别 多损啊 你知道吗 对 这个学得点啊 所以呢 这个昨天 尼克尼黑利呢 依然和第一场一样 相当的犀利 难怪当初选她做那个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对 这个言辞非常的犀利 当然她也有受到攻击的时候 她受到攻击呢 主要是来自于 和她同样来自于南卡州的这个参议员 Tim Scott 顺便说一下 Tim Scott 你好意思攻击我尼克尼黑利啊 你这位置哪来的呀 是我把你送上去的 因为当时空出来了嘛 对 她是州长 她称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了以后呢 她去纽约有一套新的高级公寓吧 然后她在那个 她那个立地的那个玻璃窗外头不是里面要装那个窗帘嘛 就花了五万多块钱 五万两千七百零一块钱 这个窗帘 那个是特制的 就是定制的了 就是为她这个房间定制的 那就攻击她的原因就是说 你好意思啊 花这么多纳税人的钱去弄你那个窗帘去 这个事后来变成一个东西叫窗帘门你知道吗 因为尼克尼黑利呢 忙不得的解释 不是昨天啊 昨天不是这么解释 是当时发生的时候 她说 这你别赖我呀 这是国务院的 这个决定不是我做的 我来了以后 这个窗帘他们就安的 我哪知道多少 但是你知道吗 后来有人就是愿意没事就做这个事 调查就往下挖 挖到最后还是她要负责 你知道吗 她负不负责 这反正这个事是安在她的头上 这个东西你要想解释 摆脱清楚是不容易的 但是说实话 这个是很过分的 花五万多块钱弄个窗帘干什么 说实话五千你都觉得有点离谱 对不对 但是这个这个昨天攻击她的 那个就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现在党内还是排名第二 但是她那个第二掉得很厉害 第一次那个辩论完了以后 她在党内的支持度恨不得又掉了一半 所以呢 一下子排在就是离那个川普那个第一啊 差的好像是差距是越来越远了 那昨天她就采取改变了一下政策 她就采取了这个策略呢叫攻击 攻击川普 然后攻击其他人 不过她自己 她攻击川普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堕胎政策 因为她不是在佛罗里达州提出一个最保守的 就是六周 限制六周之后 怀孕六周之后就不能堕胎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 但这个政策呢 川普是反对的 川普支持的是那个15周的那个相对来说 温和一点的这个政策 所以她在这方面反对她 但是她自己也有被人攻击的事情 比如说她前段时间 不知道她是真实这么想 还是怎么回事 她说是我们佛罗里达州的教科书里头 关于农 就是奴隶制这件事情啊 应该加一条 就是说也不要光说奴隶制是坏的 在奴隶制的期间 那个被奴役的人还学会了生存的技能呢 她说这个东西 那当然那个Tim Scott在昨天的辩论当中 他是唯一的一位黑人的候选人 那当然他就把这件事情就提出来了 这个是不是这个逻辑上是一个极为荒唐的逻辑啊 如果他是真的那么想的话 说实话举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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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恰当的例子 就我们常常听的 有时候在法庭上说那个强暴犯的时候 就是我强暴他 他说不定还有爽的感觉 这不是这个逻辑吗 对不对 一个被强暴的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这个奴隶 哎呀不要都说是坏的嘛 他人家他还学了一些技能 比如说什么炸棉花 咱们随便说一说吧 对不对 这不是胡说八道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Tim Scott不干了 他是唯一的站在那个台上的一个黑人 但是Tim Scott这个人有点意思 他一直在宣传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说奴隶制是个坏的 但是现在的美国已经没有种族歧视 他一直在说这个事 他就是保持这样一个形象 就是说正面思考 这个正能量的这种形象 对老师那个咧着嘴大笑 他那个在媒体报道 就是说他一想靠这个笑啊 获取很多选择 就是你看 是的 国家是有错误 历史上是犯过一些罪孽 咱们不是改了嘛 对不对 现在不是进步了嘛 这种族吸水毕竟没有了嘛 等等等等 但是说实话 他在整个的这七个人当中 是一个比较弱的 就是从第一次的变斗 和第二次的变斗看来 都是比较弱的 首先呢 就是在整体的共和党的支持的 民众的角度来说 所谓草根的支持 黑人就不是那么多 就是比那个民主党的支持的 要差很多 所以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黑人 你去来为共和党唱赞歌呢 这个特别的微妙 你知道吗 你要找好 你要找好这个角度 或者看看这个事是怎么说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这一次辩论结束以后 川普的发言人已经 智慧了这个叫什么共和党 全国代表 说这个辩论以后不要再进行了 变得毫无意义